圣经导读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 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 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 传道书六章十二节 传道书在第五章讨论 财富对人生命的意义 并解释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的一切财富 而这样的享受 让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可以得到舒缓 可惜的是 若我们拥有财富却无福享受 那就是虚空以及捕风而已 人一生努力得到一切想要的 却无法在这些成就中得着喜乐 又有什么益处呢 英文圣经把希伯来文的虚空 解释为无意义或是空虚 有一位旧约的学者 Frederichs指出 传道书的虚空最好的解读就是短暂的 因此人生与一切活动都不是无意义的 而是要我们警觉生命稍重济世 以及抓不住的事实 在短暂的人生中 我们应该如何活着 才不会虚度这短暂的一生呢 才不会突然劳碌或是空有享受 家业以及丰盛的财富 并不等同美善与幸福 世人总以为财富与幸福是同等以及相连的 然而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纵然有很多的财富 若不能享用 这就是祸患了 人能以神所赐的为满足和享用的时候 本就是美善的事 然而 当人不以神为我们的满足 却终极毕生的努力 追求财富以及名利 至终消耗一切精神 那么这些基纯的财富 既不能享受在其中 亦不能满足心中的欲望 反过来成了人生的祸患 这样的人生就是虚空 是抓不住的短暂 所以六章十二节说 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 谁知什么与他有益呢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生的年岁短如手掌 应该如何活出来呢 又要如何投资我们的生命呢 什么是你的人生目标 因此鼓励你 先转眼仰望天父 盼望圣灵引导你 我们一起来圣经导读 创造天地的神 我向你呼求 我来到你跟前向你祷告 你是世界的中心 宇宙的中心 万物都围绕着你 也因你的同在 一切都变得有意义 因此天父上帝教导我 不要虚度人生 教导我 让我知道生命如灰尘一样 时间也如风 随意飞逝而抓不住 一切都是短暂的 如果人生没有定向 以及目标 那么生活的一切 都会失去意义 就像日光之下 一切都是虚空跟捕风 求主教导我 活出有价值的生命 圣灵 也求你 常在我心中引导 好让我不单只是享受 生命拥有的财富 以及幸福 也能分享我所有的给别人 好让他人同得益处 让周围的人 也能学习注目仰望你 求你帮助我 紧紧地抓住 你永恒的应许 使我生命 不是如飞而似的 失去意义 应有你的眷顾 主啊 我们身上每一根毫髮 你都细数过 所以我相信 我在你眼中是宝贵的 是真实的 是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 让我不轻看自己的生命 而是更看重你给我的气息 好让我善用一身 为主所用 愿主引导我 愿主使我在短暂的生命中 抓住永恒的应许 孩子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Amen 是 是 我愿主使用 你 我愿主持人 在家宝贵的